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外面的世界比较好奇 一心想出去 也很巧就到了德国 满怀着一种梦想 去学习艺术 到了德国以后 在学习的过程中 也受到很多 大师们的影响 主要我们也出自于模仿 模仿的阶段 因为年轻 这个带来很好的土壤 由于当时没有钱 画完以后 又想再画一张画 就像直接在上面画算了 再画一遍 再画一遍 很自然的又更厚 都抬都抬不动 那这个原因 在找问题的时候 就发现 其实挺可惜的 每画一遍 付出了很多的感情和情感 那这样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把它切开 看到里面的 以前那个感情 是什么样的那种感情 这个对我来说 第一部的一个脉络 对切割的作品的生成 画画实际上是一个 人的心 眼心 手的一种结合 这种情感的一种结合体 当然每一张画 你画的时候 都付出了很多的情感 这样被再覆盖掉的时候 本来其实是一种 挺可惜的 或者是一种 涂抹式的一种否定 可是当你打开的时候 你对这种情节 再认识 重新再解释 我觉得这个 对我来说有意义 之所以我切的时候 其实已经在生成 就是在符定的过程中 产生了新的东西 越来越乐趣 因为你切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偶然性 这个偶然性很有刺激 然后有些可控性 和不可控性 这也很刺激 所以我们从概念 观念上去分析它 是一个破坏性 因为你一切 我们这个鼻祖 可能是都是这个鼻祖 那个方向 可是你一切 把那个鼻祖都看不到了 全部都看不到了 这是一个破坏性的 否定的 可是在这否定的过程中 我们切出来 一个新的东西 新的东西生成了 所以在理论上 这个是比较有意思 我这些东西 你不然把秘密的 是什么都看不掉 我是意外半人的 是什么都看不掉 甚至佛 你一切都是那种 是什么都看不掉 你都看不掉 你还好 你都看不掉 只要我的 你 apron